我們看到的是醫療主席 我們中華有一名扶寧郎 因為腦中風混沌就醫 在給北方住五十多天 趁過來之後 所以沒辦法走路 在便宜的建議之下 採用最新鑫鎮的野肌 給客人去人 輔助訓練 正出到黃金的核完肌 協助北人 會讓走路的力量 坐著倫義來到核建設 在這核建設的協助之下 在柳書穿上的既既起人 在這既既起人和地條書的協助之下 慢慢站起來一步一步向前走 原本我搖搖晃晃 我發現周恩知道 他矯正我在練習走路的 姿勢還有穩定度 感覺就是比較正不會傾斜 我覺得好像 直接倒下 我沒有想到 我這麼快就可以站起來走路 專科儀書表示 既起人帶動會去部台訓練和動態控制 不僅是中央的婚鎮 像是既外做成鬧胸 雙骨身胸 還才是外胸在市外都站的人 都可以使用既起人來福建 幫助婚鎮按坐著 站著 全圍到走路 來關鍵建設部台訓練 他下肢的擺位 或者是下肢的那個不服的部分 是可以藉由我們的機械的APP 裡面的程式去做一些設定 那這樣的話其實可以讓病人 尤其是中度的病人 中中度的病人 他可以盡快的進入到行走功能訓練 在他六個月的黃金治療期之內 可以盡快的加速他到行走訓練的這個過程 然後讓他可以盡快的回復他的功能 不只是我們在行走訓練 那其實包括更早期的 包括我們的坐到站 或是一些轉移位 其實也都是很好的訓練工具 那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提早的 讓病人進入我們的步態訓練 那用正確的姿勢正確的步態 然後進入我們的復健目標 醫師講到 復健的路正當 進入環節的主信心中很重要 環節對自己有信心後 就得到這幾個復健 再立會讓進行 多張新聞 電像中環 蔡芳博德